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个多彩多姿的新闻大餐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 让我们谈谈那个让美国华人当心的白卡不白拿的话题 有位华人女性桑迪收到了要求她偿还她父亲使用的白卡医疗补助费用的通知 而且还威胁要收走她父亲的房产 这个事件揭露了美国的遗产追缴计划 让人不禁思考福利的真正代价 接下来 咱们来聊聊政治 最新的民调显示 半数美国人认为川普在封口费案中有罪 这个调查结果可能会对他的选情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独立选民的态度 而在国际新闻方面 美国白宫最新证实 以色列上周成功击毙了哈马斯的第三号指挥官伊萨 这件事情无疑给了以色列在与哈马斯冲突中一定的优势 最后 咱们来看看一些轻松的话题 比如说 美中航线增搬让纽约的华人们都非常关注 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回家的机票会更容易买到 也许还会便宜一些呢 另外 你们听说了吗 灰达在GTC大会上推出了代号为Blackwell的新一代AI芯片 这个超级芯片的出现 无疑将推动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 不管是关心社会福利的规则 还是关注政治动态 亦或是对科技创新感兴趣 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有涉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美国的六度空间 华人当心 白卡不白拿 网友 近日 美国一名华人女性桑迪收到了麻州政府的通知 要求她偿还她父亲使用的白卡医疗补助费用 并威胁要收走她父亲的房产 白卡是美国提供给低收入者的低保福利 使用白卡可以免费看病 但如果使用者有房产 政府可能在其去世后追讨费用并没收房产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各州执行的遗产追缴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在白卡受益人去世后回收其资产 持有房产的人通常不符合白卡医疗补助的资格 但对于年龄超过55岁 使用白卡支付长期护理费用的人来说 他们需要遵守遗产追缴计划 这个计划的批评者认为 追缴的费用太少 只占白卡每年用于长期护理的1% 而且许多州没有提前警告白卡申请人 一旦他们去世 家人可能面临巨额账单和房产追缴 因此一些人呼吁废除这个计划 在这个案例中 桑迪的父亲在去世前几年申请了白卡医疗补助 但直到父亲去世后 他才收到了医疗费用账单和追讨通知 最终 他和麻州政府达成和解 保留了房产 不同州对于这个遗产追缴计划的执行政策差异很大 有些州对房屋实行留置权 而有些州则不会 一些白卡办公室试图从病人身上追回所有的医疗费用 而另一些办公室只追求长期护理的成本 最近 健康保险巨头之一呼吁麻州彻底改革这个计划 包括追讨费用的数额超出联邦政府设定的最低要求 该机构认为 房地产被收走可能会使财富差距和代际贫困永续下去 因此 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 如果使用白卡医疗补助 特别是年龄超过55岁 使用白卡支付长期护理费用的人 需要注意遗产追缴计划的规定 如果不符合白卡医疗补助的资格或持有房产 可能会面临费用追讨和房产没收的风险 所以在申请福利时要确保符合资格并了解相关规定 避免政府秋后算账的情况发生 最新民调 半数美国人认为川普在这件事上有罪 网友 总体来说 这份民调显示了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总统是否应受到豁免的不同意见 此外 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在封口废案中是有罪的 这可能会对他的选情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独立选民中有36%表示 法院的裁决结果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 这可能在选举中起到关键作用 白宫最新证实 大人物被干掉 网友 根据美国白宫的消息 以色列上周成功击毙了哈马斯的第三号指挥官伊萨 此前 以色列曾表示 他是他们空袭袈裟的目标 但并没有证实他的死亡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宣读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之间的通话时 确认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 以色列还摧毁了大量的哈马斯部队 击毙了数千名哈马斯战士 其他高阶领导人可能仍在躲藏 但正义将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以色列军方先前表示 他们在对加沙进行的空袭中锁定了伊萨 并称他是哈马斯去年10月发动袭击的策划者之一 然而 此前并没有最终确认他是否在那次袭击中丧生 中国最神秘的亿万富豪纽约认罪 网友 中国富豪秦辉因非法政治献金 移民欺诈和伪造身份文件等罪名 于3月18日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认罪 他被指控以他人名义向政治候选人捐款 并伪造身份文件以办理永久居民身份 秦辉同意放弃他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可能面临最高27年的监禁 秦辉曾是中国最神秘的富豪之一 也是香港新美文化的创办人 他曾名列福布斯亿万富豪榜 此前 秦辉被中国法院指控违反民事诉讼程序 并被要求执行4.5亿元的仲裁裁决 法官正在处理此案 秦辉的财富估计达到18亿元人民币 美中航线增班 纽约华人最关注这航线 网友 美国交通部宣布 自3月31日起 允许中国客运航空公司 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数量 从35班增至50班 中国多家航空公司 也陆续公布了增加航班的细节 其中 国航将每周增加3个美中直达航班 南航增加3班 海南航空增加3班 厦门航空增加2班 船航新增1班 华部天马旅行社的销售经理表示 增加航班后 近日来询问机票的客户数量有所增加 但仍有许多人在等待价格进一步下调 目前 往返中国的机票价格 仍比疫情前高出几百元 但对于美东地区而言 增加的航班数量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挥达GTC大会推超级芯片 网友 挥达在GTC大会上推出了代号为 Blackwell的新一代AI芯片 采用台积电4纳米制成技术打造而成 这款新芯片的体积庞大 并且可以与中央处理器 CPU结合 构建超级芯片 黄仁勋还宣布推出了 可大幅缩减部署时间的 NIM推论微服务 他表示 挥达正在努力建构软硬件架构 主导AI的发展 参会者普遍认为 挥达在AI领域的实力非常强大 至少在未来两年内很难被超越 川普拜登水主白宫 七战场州决定胜负 网友 总结 拜登和川普将在七个战场州展开激烈争夺 这些州是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关键 亚利桑那州的拉丁裔选民 将成为两位候选人争夺的重点 乔治亚州的结果仍不确定 但黑人选民对拜登的支持至关重要 小肯尼迪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选举倾向 可能左右密歇根州的选情 内华达州的高学历人口较少 对川普有利 北卡罗来纳州的非议选民和州长选举结果 将影响拜登的翻盘机会 宾夕法尼亚州将是决定性的战场州 川普目前领先 威斯康星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州 川普在此州有一定实力 民调显示 川普在七个战场州的支持率领先拜登 从支票账户提5000现金 银行通报国税局 网友 总结 从银行账户提取较高金额现金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了解银行对提款金额的限制 其次 注意大额提款可能被银行视为可疑活动 然后 银行可能要求改开保护程度较高的银行本票 此外 银行ATMG对每日提款金额有上限 提取超过1万元可能会通报给国税局 最后 频繁出现大额现金提款可能被视为可疑行为 建议保存所有单据作为佐证 此外 大额现金提款可能会影响贷款申请 并容易被认为是身份窃盗或金融诈骗 点 又要失望了 美联储降息前景渺茫 网友 据利率交换交易商和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预测 美联储今年的降息次数将减少 这导致了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今年最高水平 预测显示 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不到50% 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 金融条件正在放松 失业率低 通货膨胀顽 盈利增长加速 这些因素都不利于降息 交易商也逐渐放弃了今年降息三个四分之一点的预测 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日记今年将进行三次四分之一点的降息 而不是四次 主要是因为通胀路径稍微上升 尽管美联储官员可能对通胀恢复早期软弱趋势的信心减弱 但他们仍然认为 在6月份开始降息周期是合适的 连续四年 美国人眼中的头号敌人是 网友 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人连续四年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 占比41% 俄罗斯排名第二 占26% 伊朗仅随其后占9%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敌人 但比例较2023年有所下降 而伊朗的比例则上升了7个百分点 此外 5%的受访者将美国列为本国最大的敌人 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对各国的整体评价中 加拿大和日本排名第一 占比都是83% 英国排名第二 占比82% 接下来是德国 法国和台湾 大多数美国人对韩国 印度 乌克兰 以色列 埃及和墨西哥持积极态度 对古巴和沙特阿拉伯的态度相对较为平衡 房产中介低用金模式 对买卖双方都有影响 网友 全美房地产商协会 分析师表示 自今年夏天新规则生效后 这些新模式势必会传播开来 买方和卖方都需要了解这种变化 硅谷高中最好的学区最高的自杀率 网友 最近 美国硅谷地区的高恩高中再次成为了关注焦点 这所位于硅谷核心地带的公立高中 以教学质量高 学生家庭高学历高收入而闻名 然而 高恩高中也背负着全美自杀率最高的中学之一的标签 过去几年 有多名学生选择在铁路上跳轨自杀 这引发了对于亚裔学生过度竞争和高压学业环境的担忧 在亚裔家长的期望下 孩子们为了进入名校而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 这种内卷现象在硅谷地区愈发明显 同时 亚裔学生也面临着名校录取的不公平待遇 即便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有可能被大学拒绝 这引发了对于教育方式的反思 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和放松的空间 在硅谷地区 教育资源极为稀缺 家长们为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 竞相搬迁到好学区 高恩高中作为全美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 吸引了众多高学历高收入家庭的关注 然而 这也导致了房价飙升和住房紧张 家长们为了在这个学区买房 不惜一周内抢房 高恩高中虽然提供免费的教学和膳食 但学生们却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 学校的高自杀率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家长们为了孩子能够进入名校 不惜一切代价 让他们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和竞赛 导致孩子们的生活被学习和竞争填满 无暇享受快乐的童年 亚裔家长们为了孩子能够进入名校 不惜一切代价 让他们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和竞赛 导致孩子们的生活被学习和竞争填满 无暇享受快乐的童年 这种内卷现象不仅存在于公立学校 也蔓延到了私立学校 进入好的私立学校需要家长面试 而到了高中阶段 进入好的私立学校就像爬腾一样困难 为了进入好的私立学校 家长们从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筹划 这种内卷的现象 让一些家长开始反思教育方式 希望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和放松的空间 亚裔学生们也面临着名校录取的不公平待遇 即便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有可能被大学拒绝 这引发了对于教育方式的反思 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和放松的空间 亚裔学生们也面临着名校录取的不公平待遇 即便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有可能被大学拒绝 在亚裔家长的期望下 孩子们为了进入名校而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 这种内卷现象在硅谷地区愈发明显 然而高压的学业环境并没有给亚裔学生带来更好的结果 即使是成绩优秀的学生 也有可能在申请中遭到大学的拒绝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人们开始反思教育方式 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和放松的空间 家长们应该从每个孩子的兴趣和才能出发 培养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 而不是仅仅追求升学和成绩 只有这样 孩子们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成功 上次裁员在2008年 英伟达员工晒福利 网名店链 网友 黄仁勋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 他用近31年的时间建立了自己的硅谷超级帝国 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尽管英伟达股价爆炸性增长 但黄仁勋总是强调受苦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他表示 一家企业的品质和特性是由受苦受难的人打磨出来的 然而 黄仁勋的受苦观念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 因为他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黄仁勋在移民美国时语言不通 被送到类似少年教养院的学校 在快餐店洗碗多年 直到最后他才一名惊人 黄仁勋的成功也带给了英伟达员工丰厚的福利 他们薪资高 股票期权丰厚 而且公司几乎不裁员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向往在英伟达工作的原因之一 然而 实际上 英伟达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完美的 员工们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和竞争 工作时间长 假期少 尽管薪资高 但也存在压力和挑战 因此 黄仁勋的受苦观念在英伟达内部引起了许多讨论 华裔美海军水兵被控泄密等多项罪名 拒绝认罪 网友 美国海军基地华裔水手魏金超被控出售军事机密的案件 持续发展 他拒绝认罪 并面临新的违规出口罪名和入籍欺诈罪名 魏金超是圣地亚哥海军基地 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一名机械师副手 因工作原因获得了美国的安全许可 检察官表示 他提供了军事装备的照片和关于海上战争演习的信息 并出售了关于两栖攻击舰技术的手册 从中赚取了1万至1万5千美元 此外 他还在入籍过程中撒谎 与海外建立联系 魏金超的下一次出庭时间定于3月18日 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另一名被起诉的华裔水手赵文恒 已承认罪名并被判监禁27个月和罚款5500美元 在中央公园被撞倒 我体验了美国的救护系统 网友 3月16日 作者在中央公园跑步时 不慎撞到一名黑人小伙子骑自行车 撞击造成了一些伤害 但作者有幸亲身体验了中央公园的救护系统 和美国的医疗体系 当即有路人前来帮助 并立即报警 警察和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 确保作者的生命安全并进行简单检查 随后 作者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整个过程中 专业的医护人员和高校的沟通流程 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对救护系统和医疗体系的专业性印象深刻 救护人员和医生都非常专业地处理了作者的伤势 他们重点关注避免严重伤害 对外伤基本无视 主要观察意识情况和内脏是否受伤 此外 整个救护系统中 各个环节的沟通非常流畅 没有出现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的扯皮情况 这表明美国的救护系统和医疗体系 在专业性和高效性方面表现出色 作者对中央公园的喜爱也加深了一分 中央公园不仅是一个生态公园 还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系统 人们在这里锻炼身体的同时 也成为更好的人 相互信任和帮助 作者的意外经历让他更加喜欢中央公园 因为这里的救护系统高效而豪华 为受伤的人提供了及时的救援和治疗 这次经历也让作者感受到纽约的独特之处 尽管治安问题存在 但救护系统仍然高效运作 总而言之 作者的意外经历让他亲身体验了中央公园的救护系统 和美国的医疗体系 他对这些机构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印象深刻 也让他更加喜欢中央公园 这次经历也让他深刻认识到 美国的救护系统的奢侈和价值 以及纽约的独特之处 人妻查运动软体抓服出轨 网 这两款APP也可以 网友 美国一名人妻在TikTok上 分享了自己发现丈夫出轨的经历 他在丈夫的运动APP上 发现丈夫经常会停在某个女同事家附近 这个故事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许多人也分享了自己发现伴侣出轨的奇怪经历 这个故事提醒了人们 通过手机APP可以发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可能揭示伴侣的不忠行为 惹毛司法部 他让美国领教北京渗透有多凶猛 网友 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核心顾问郑其荣 近日遭到搜索 引发了广泛关注 郑其荣是亚当斯竞选市长期间的重要募款人之一 拥有广泛的人脉和在中国的关系 他和亚当斯之间的特殊关系 让这次搜索显得格外敏感 郑其荣通过自己的人脉 为亚当斯巩固了纽约华人圈的选票 也因此在纽约政商界越来越受到重视 检方此次的搜索范围 不仅包括郑其荣的住所 还包括华人聚集区法拉盛的一处商场 这个商场一直在受到调查 与亚当斯以及郑其荣之间的政治募款有关 这起事件使人们联想到纽约检察官之前 对一批中国人的行动 这些中国人曾经通过所谓的猎狐行动 胁迫一名中国海外异议人士反中受审 这种所谓的猎狐行动 实际上是在他国执行中共长臂管辖 抓捕的并不只是汤污犯 还有政治异议人士 此外 去年纽约对34名当地中国异议人士 指控称他们以海外秘密警察之资骚扰中国侨民 这些事件表明 中国不仅干预他国内政 还侵犯他国司法 已经引起了美国司法部的关注 他们已经开始系统地遏制中国政府 在美国遥控侨民的举措 这起搜索事件引发了对中国干预他国内政的讨论 郑其荣作为亚当斯的核心顾问 通过他的人脉和关系 为亚当斯巩固了纽约华人圈的选票 然而 他的背景和亚当斯之间的关系 使得整起事件似乎是美国对中国遥控侨民 干预美国内政的一连串反制 此外 近年来不少国家曝光了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的存在 这些秘密警察对中国海外公民进行恐吓和打压 压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 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国不仅干预他国内政 还侵犯他国司法的行为 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